今年國慶對香港人來說,可謂異議非凡, 這是香港社會由亂集治走向長治久安的首國國慶節, 香港各地舉辦國慶活動為祖國獻禮72周年。 位於灣仔的利東街上空, 高掛著一片由一百多面五星紅旗 和香港特區區旗組成的旗海, 吸引不少行人注足觀看和影響謀煉。 而在幾十公里外的元朗百鄉同樣是吉露雄, 這些國旗是近三十位香港市民自發組織, 利用夜間時間一面一面親手掛上去的, 只為向祖國獻賞來自香港市民最樸素的生日祝福。 斯文激動地說, 以前提心吊膽, 每一樣大聲點說, 我愛國, 後面都會有人說粗口。 但是今天, 我們可以大大聲走出來, 我愛中國,祖國萬歲。 深圳來港人子大學校與香港打鼓嶺嶺公樂學校, 再先同步舉行, 深港少年首牽手, 祝福祖國向前走活動, 公圖為祖國慶生。 粵港澳創業青年更是交出張靚靚的成績單, 獻禮祖國母親。 青年人學有所成, 老年人移養天年, 這就是祖國凡尾昌勝最有力的證據。 近約南庭社區會堂, 舉辦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七十年生元國慶, 既應急服務免費身體檢查, 迫陽愛心遠在觀塘活動, 為接近150名獎者進行檢單身體檢查, 希望獎者身體健康。 不僅如此, 香港各界人士在九月底, 投辦多場慶祝活動, 包括潮塑各界、工商界和新聞界等。 大家會聚共識更加明確, 未來要從國家的大格局、大戰略、大遠景中, 去思考香港的角色。 回顧過去, 國家在在陽航天探疫工程、 脫勤工天及疫情防後等領域, 取得世界矛目的成就, 我們作為中國人都感到非常高興和意豪。 展望未來, 隨著國家發展踏上新的台階, 香港勢必享有無限機遇, 與國家同發展共繁榮, 與全國人民共享民族復興的 偉大榮光。 mereka現在要立刻做什麼? 是可以的